现在AI自动生产字幕的工具有超级多 但是真的好用的有几个 有的辨识准区率不太行 时间轴要手动调了一大堆 格式不支援就算了 整个流程还有界面也不好用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常接影片 应该懂那种字幕好像不上不行 上了但是又超花时间这种痛苦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彻底解决字幕制作的问题 我之前用的软体是Arctime Pro 其实功能我觉得算蛮完整的 只不过用久了还是遇到几个痛点 比如说像是中文的语音辨识 还是没有那么的精准 或很长还是需要手动去修改以及调整 那翻译的这个品质大概就是在70分上下 介于机器翻译还有人工翻译的这个中间 技嘉的方式像是制作字幕 它是用分钟数来计算 如果是翻译的话是用字元数来计算 这两种功能分开计算的话 其实预算也有点难抓 最麻烦的是 之前一开始还不能用信用卡付款 你必须要用支付宝 或是微信这种处置的方式去支付 还是到了最近才出现了有淘宝可以直接付费的方式 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整体没有那么直接好用 所以我最近终于舍弃了Arctime Pro 改用了一款我近期试用过 最好用的一款AI字幕工具 Sub Easy AI 它的中文辨识非常的准确 翻译的品质也非常的好 而且界面真的超级好用 整个流程用起来超顺畅 不会有卡的感觉 往下我们就实际来操作给大家看 Go 好这边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进到这个Sub Easy AI之后呢 我们先点击跳转到工作区 然后你可以将你要制作的这个影片 或者是音档直接上传 然后来制作 我这边会比较建议直接上传音档就好 并且影片档案会比较大一点啦 你上传到云端会比较耗费时间 拖曳进来之后呢 这边会有几个选项 如果你是有付费方案的话呢 还可以选择纯净识别 只要有Pro的专业方案就可以使用 选择好音讯语言模式是要准确 或是以速度为主 点击开始转写 好转写完之后呢 很快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它就是会在左边这边可以播放 这边可以选择字幕的一些样式 如果你是上传影片上来辨识的话呢 可以直接在左边这边呢 选好下方的一些字幕样式 直接用绘错方式 把字幕呢 直接迁入到影片里面去 那如果你只是要制作字幕 再额外自己去做剪辑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右边这边呢 去编辑它辨识出来这些字幕 那这个界面我觉得呢 真的是蛮好用的 因为呢 左边可以直接播放之后 右边这边就可以这样一直往下拉 那如果你要编辑内容呢 都可以直接很直觉的 在这边去选择 比如说像时间走的调整啊 字幕文字的调整啊 重点是呢 当你字幕出来之后 你不用急着自己一个一个去看 你可以先点击右上方 有一个AI润色与校正 这个呢就是你有储存积分的话 也就是有专业方案以上的人的话 可以使用 那它其实计算积分的方式蛮便宜的 还1分钟只要0.5积分 也就是呢 如果你是10分钟的影片 其实也就是5积分而已 我觉得蛮划算的 那这个功能是做什么呢 我们先来点开始给大家看一下 好辨识完之后呢 它这边呢 会帮你把一些语意呢 修得更好一点 或者是呢 如果有错字的话呢 它也会帮你调整 所以基本上 你在辨识完之后呢 你可以先使用AI润色与校正 帮你做第一次的文字修正 修正完之后呢 确定没问题 然后你再去做第二次 细部的这个检查 光是转写完字幕再加上AI润色与校正呢 这两个步骤就让你可以大幅的减少要制作字幕的时间 效率会大大提高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大家会想要制作双语字幕的话 要怎么去制作呢 很直觉的 上面就有个翻译按钮可以点击 好我们直接试给大家看 点击翻译之后呢 这边有三个可以选择 完全免费的话是机器翻译 那这个是Pro以上的方案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只要使用更好的这种 接近人工翻译的这种能力的话 AI Plus大模型 它是每分钟呢 扣两积分 所以呢如果是以无线套餐这个方案的话呢 你每个月呢 是可以制作250分钟的这种AI Plus大模型的翻译 这部分就看大家自己选择啦 如果你只是大概想要做的话 机器翻译也是OK 但是它就是偏向于Google那种翻译 大概七七八八看得懂 但如果你是想要追求品质的话呢 我觉得至少要选择AI大模型翻译 或是AI Plus大模型 这两个呢才是真的比较OK的 好往下这边就可以选择你的翻译的语言 然后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就是翻译词汇表 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你点击设置之后 这边呢可以去编辑 你想要使用的这个翻译词汇 比如说我自己的名字是阿汤 但是我想要英文名字是Scobio 如果我没有选择的话 它通常都是帮我翻译成Tom T-O-M 所以呢这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词汇表里面 去新增阿汤对应的英文是Scobio 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让它在翻译的时候呢 同步就先把你要的这个对应的词汇 先把它翻译进去 可以减少了一些专业用词的错误 选择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翻译 好翻译完成之后呢 这边就会同步显示两行 如果你只想要看原本的中文的话 这边可以切换原字幕 如果想要看双语确认的话就可以点击 你的选择那个语言 然后就会显示双语出来 只用了两到三分钟左右呢 其实我们就制作出了中文字幕 以及英文字幕这样双语 接下来如果你想要直接使用的话 就可以选择右上角的汇出 这边可以选择汇出字幕 如果你是把影片拉进来制作的话 就可以把它迁入到影片 直接汇出 字幕的部分呢 汇出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些字幕格式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知道只汇出了原本的这个字幕呢 还是翻译后的字幕 或者是双语的字幕 双语的字幕你还可以选择 比如说中文在上英文在下 那你可以选择哪一个要在上面 也可以合并字幕结构 也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那选择其实蛮多的 制作起来也蛮弹性的 字幕功能以及界面大概就这样 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简单 其他的部分呢 我来介绍一下sub-easing 其实还有一些蛮实用的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上面的选单里面 有一个叫做似人 似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看到这个意思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它可以辨识出不同的人讲话的字幕 这边我们给大家试看看 像我刚刚拖曳进来的这个音档呢 就是有两个人以上讲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似人 它就会按到音档呢 然后去辨识出哪些字幕 是哪一个人讲的 辨识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在字幕这边呢 加上了speak2 speak1 或是辨识不出来是谁 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字幕呢是谁讲的 像这边还有speak3 不同的人呢 他都会帮你标示出来 那你在编辑字幕的时候 会更加方便一点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编辑字幕的部分 如果呢你在辨识完原字幕 以及呢经过了AI论设以及校正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错置 或者是想要再调整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呢直接往向这样拉 你可以直接去做编辑之外 你在听字幕这一段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滑鼠移到右边的这边来 可以只播放这一句 或者是呢按这一个的话 会从这一句开始往下持续播放 这个对编辑字幕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然后编辑呢 除了像这样的界面之外呢 还可以在右上角切换成 逐字稿示图 好像这样呢就放大了这个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更好去查看这些内容 最后呢在左下角这边呢 有个AI伙伴 这边呢简单的说他就可以帮你 依据字幕的内容 帮你产生总结啊 摘要笔记啊 或是会议记录等等 所以像有些人开会玩呢 想要整理摘要的话 也可以透过SubEasy 直接帮你辨识之后 然后摘要总结 那以一般的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AI摘要用来做什么呢 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摘要笔记 把它生成 像这边呢他就会针对你的内容呢 去帮你摘要下来 其中呢还包括时间的章节 像这个就可以拿去用在YouTube上面 就可以直接产生时间节录 所以你影片如果有明显的一些分段的内容 想要变成时间章节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摘要笔记 直接来制作 其实还蛮方便的 SubEasy呢使用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音档或是影片直接拖曳进来 这边就会快速产生字幕 然后你用AI润色以及校正的功能 先做第一轮的辨识以及校正 再来你再去做细部的调整就好 我自己这样试下来呢 10分钟左右这个影片呢 大概只要花不到20分钟就可以制作完字幕 比起我以前在用Arctone Pro制作这个效率呢 实在是快上不少 最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下方案的部分 不得不说呢 SubEasy AI呢 真的是佛心到一个顶天啦 它的这个免费套餐呢 0元看到没 下面呢是每日免费转写3次 30分钟内的文档 唯一跟付费的最大差异呢 第一个就是转写的通道 它可能会是需要排队 如果比较多人使用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不急着要马上 立刻产生字幕的话 其实你只要丢上去 让它去慢慢等待 我自己等下来 也不会真的很久啦 其实大概就是在几分钟内 有时候呢 可能20-30分钟不等 就可以完成这个字幕的转写 其实是满划算的 另外第二个差异就是在翻译的功能 免费跟付费的部分呢 付费可以使用AI大模型的这个Pro的方案 以及AI Plus大模型的翻译功能 也就是扣积分的那个翻译功能 主要是在这几个部分 其他部分就是看个人需求去选择 要用到哪些功能再来选择就好 但是如果以要付费方案的话呢 这三个来说呢 你的影片创作量如果没有真的到很多的话 但是有一些相关需求的话 想要追求效率 我觉得专业套餐是蛮推荐可以使用的 因为一个月也只要200 全部的功能基本上都用得到 对于如果要把影片直接拉上去 迁入字幕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那就选择无限套餐来使用 方案的介绍呢 大致上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特殊需求 使用量也不大 偶而用的话 直接免费使用 其实非常非常划算 那如果你是偶而需求 那就专业套餐 真的有很大的需求 也需要云端储存你的一些专案的话 那就可以使用无限套餐 Sub-Easy呢 真的是我目前用过 最直觉最不废话的字幕工具之一 以前呢 我可能要花一两小时 慢慢对字幕 改时间点 现在呢 我只要把影片或是音档 丢上去 几分钟之内呢 我就可以做完字幕 而且是双语的字幕 几乎呢 不需要大改 也大幅的提升我的字片的效率 如果呢 你是影片的创作者 YouTuber 或是偶而要帮老板上个字幕 这个工具呢 应该可以帮你省下超多时间 影片的下方呢 我会放上Sub-Easy的连结 大家可以自己试用看看 你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你都用什么方法上字幕 你还有更快更好用的工具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推荐给我 喜欢这支影片呢 别忘了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是阿汤下次见 拜拜